HELLO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咪哥 如果大家已經玩厭了互相相守遊戲 例如爆炸貓、muffin 這類遊戲時,這遊戲就很適合你 這遊戲是新推出的農場踢趴 這也是一款互相守的遊戲 小米池,看看這遊戲如何玩 這個遊戲沒有設置,首先把牌洗勻 然後每個玩家派三張牌 遊戲便開始了 如果以一個三人局為例,隨機選一個玩家 他們會輪流進行他的行動 當前玩家回合,他可以打出一隻或一對牌在他面前 或者在別人的農場 例如,第一個玩家決定放一隻幽隱 放在自己的農場上,他便放在自己面前 之後,到下一個玩家,他決定打一對雞出來 一對雞只要是不同性別,一共一拿 他便可以兩隻一起放在自己的農場上 同樣地,他都可以放在別人的農場上 但這次他才放在自己的農場上 第三位玩家看到他有兩隻雞 他決定打一隻狼下去 因為這個遊戲中 每隻動物都會吃下一層的食物鏈 例如他可以放一隻狼給二號玩家 這隻狼一進入他的農場 就會向下吃了這兩隻雞 這兩隻雞便直接到戲牌區 但第二玩家便獲得一隻狼 無論打他一張牌也好 只要玩家打過牌,他便可以把手牌補充到三張 然後到下一位 又是便會不斷進行 另外,這個遊戲都有不同的功能牌 例如這個稻草,可以保護特定動物 令他不會被動物吃掉 只要這張牌在優隱上面 所有雞進入到農場 都不能吃到這個稻草後面的雞 但每款稻草只能保護特定類型的動物 例如這個稻草只能保護到幽隱和狐狸 而相反,這裡可以保護到狐狸、雞和狗 這些牌都好像很強力 所以都會有額外功能牌去對付牌 而這個座牌可以令到一個玩家失去稻草 在稻草下面的動物便不會受到保護 而這個遊戲裡面最強的就是這個龍膚 只要任何玩家打出龍膚 所有玩家包包打出這牌牌的玩家 都要放兩隻在牌牌裡的狗 這隻龍膚簡直是攬炒的表表者 遊戲就是這樣玩 只要一個玩家面前 最快有五隻一樣的動物便會贏 如果你問我這遊戲好不好玩 我覺得這遊戲是非常意學的派對遊戲 它的遊戲目標很簡單 只要存夠一款動物五隻便會贏 而這遊戲最好壞的是什麼 當一位玩家正在贏的時候 其他玩家可以合起來去害它 例如你有沒有計算 他有四隻優韻 馬上搞亂他 你又要怎樣我又拿回去 我不搞你 大家互相妥協 是一個暫時的盟友 因為這一刻他是你的朋友 下一刻就是你的敵人 如果大家找到一隻互相傷害遊戲 但在中間互相合作去Bully別人 這遊戲就很適合你了 這隻就是龍膚PTEC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要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播放遊戲影片 記得按Facebook、Instagram、VV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